行洗手也让洗手二字成为疫情非常时期 热门关键字 大数据趋势竟跟确诊数有密切关联 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研究分析 发现网络关键字搜寻洗手数量成长 确诊数就开始减少 显示民众越重视洗手确诊人数就越少 特别的是口罩也是重要防疫物资 跟确诊数却没有明显关联 不是代表说这个口罩没有下 而是说搜寻口罩这件事情 他比较不能够去代表一个 连结到他实际的行为 会搜寻洗手的人 他对应到的行为 他真的就会去洗手 研究分析出全球21个国家 明显看出台湾洗手搜寻增加天数名列前茅 确诊数也很低 除了防疫表现值得全球借进 洗手对防疫确实大有注意 肥刀洗手擦肝在走 你以为已经万无一失 但其实细菌跟病毒无所不在 日常生活每个小细节 举手投足不经意 都有可能沾染病菌 光是回到座位上想要用餐喝饮料 恐怕早已是满手病菌 所以慎选除了清水加肥皂洗手的 第二种清洁方式也很重要 它用来杀死细菌 还有病毒的效果一般都还不错 专门制成做出来只是纯粹赤绿酸水 那这一方面它的安全性比较好一点 美水洗手的时候干洗手 传到多数民众替代首选 其中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温和不刺激 就能安心平凡使用 审慎挑选安全合格的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产品 随时随地有效抗拒 即使詹英文和微荣 Terry报道